想不到2020年才过去八天 战争的阴影就如指破镜 1月8日凌晨 伊朗向美军物以伊拉克境内的 两处空军基地发射了十余枚弹道导弹 伊朗警告说如果美军弹高回击 将针对美国境内发动攻击 事情发生后 特朗普与一众的官员紧急地在白宫召开会议 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做出实质性反应 伊朗外长表示伊朗结束了此次智慧行动 伊朗不寻求事态升级或战争 那么伊朗的复仇行动会就此罢手吗 1. 空袭启动后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 就是为了给苏莱曼尼报仇 如果美军不尽快地从伊拉克撤军 伊朗将发动更多袭击 声明提到沙特约旦和以色列的美国的盟友 都将处于伊朗的打击范围内 迟迟伊朗共发动两龙空袭 使用的是射程500公里的征服者导弹 导弹大部分击中了目标 美军一架飞机等设施被炸毁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了伊朗迟迟 迟迟共发射了15枚导弹 其中10枚击中位于伊拉克西部的阿萨特基地 1枚击中伊拉克北部的埃阿比勒基地 4枚失败 为何伊朗要瞄准这两个美军基地 伊朗外长宣布齿轮的行动结束的话 透露了伊朗的想法 他说伊朗采取并结束了对等的置位措施 按照联合国宪战第51条描准的有关基地 从这些基地里 美军发动了针对伊朗的武装袭击 联合国宪战第51条规定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无力攻击时 本宪战不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置位之自然权利 伊朗认为是驻扎在阿萨特和阿阿比勒基地的美军 策划并谋害了舒莱曼尼 伊朗的空袭是力度地的 是智位 此时被炸的主要目标阿萨特空军基地 实践于2017年是美军在伊拉克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 有500名美国军人和文革人员驻扎在那里 2018年12月 特朗普首次访问位于战区的驻扎部队 就省在了阿萨特空军基地 作为统管伊拉克西部军事行动的中心 阿萨特基地部署了多款美国先进战机 其中包括收割者乌轮机 而1月3日凌晨 美国特工正式利用该款乌轮机 灭了伊朗革命卫队盛程旅指挥官舒兰曼尼 阿阿比勒基地是迟迟伊朗打击的次要目标 它主要为了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境内开展行动提供支撑 内有数百名士兵扣勤人员和情报专家 空袭发生后全世界泄露了紧张情绪 国际金融市场震荡明显 在大洲的商品方面 原油黄金的期货价格飙升 美油盘中涨超过了10% 升破65美元每桶关口 伦敦现货黄金涨幅攀升至2% 在股市方面美股基数搜跌 导致下跌0.12% 大家最担心的是齿轮穿突的始作员者美国 会再次做出鲁满的决定对伊朗展开轨迹 由此引发美伊全面战争的爆发 白宫首先发表证明说 美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总统已经听取了解报 并与国家安全团队进行戳商 在数个小时的白宫会议之后 昌会的美方高级官员离开了白宫 媒体本以为特朗普会发表电视讲话 但他只发布了一条推特 说都挺好 伊朗像在伊拉克两个基地发射了数枚导弹 目前伤亡和损失评估正在进行中 到目前都还好 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 我们都有战斗力最强 装备最先进的军队 明早我将发表一份声明 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都在等待 希望美国不要再做出错误的决策 实际上这轮空袭是 一月三日事件发生以来 伊朗采取的第二轮报复措施 第一轮是在五律 伊朗宣布终止旅行伊核协议 取消所有和一核开发的限制 那么迟迟空袭之后 伊朗会旧吃打住 还是未来会发动第三轮第四轮 报复措施 空袭结束后 哈梅内伊向全国发表了一番讲话 对美军基地的导弹袭击 是给美国一记耳关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伊朗革命卫队的声明指出 如果美军不尽快 从伊拉克撤军 伊朗将发动更多袭击 这说明未出版 曼尼之时的报复行动 已经对等结束了 但伊朗方面日后发动袭击 也有一个新的目标和理由 那就是迫使美军 从伊拉克 甚至整个中东撤军 而伊朗这个理由说起来 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就在1月5日 伊拉克议会通过了 要求美军 从伊拉克撤军的决议 虽然美国第一时间 公开表示拒绝 导致该决议无法执行 但该决议为伊朗 其其盟友未来的行动 提供了正义性支持 从伊朗内部来看 这种反击 可能也无法让人民满足 伊朗政府承受着 赖政民意的巨大压力 舒兰曼尼在伊朗人民心中 是具有极高的名望和英雄 美军的行为 简直是对伊朗的污辱 除了在国内 举行隆重的战力等纪念活动 伊朗政府还必须 对美国采取更多的报复 以顺谢人民的奋起和悲伤 此次空袭的规模和结果来看 虽然伊朗官方 也是经过了慎重考虑 不想把事情搞到 战时爆发这样失控的结局 伊朗和美国此刻 正在进行一场 冤感者的游戏 都在将对方推向一个极端 而且在轮番粗排中不断地加高充满 此前已有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 对外发分说 伊朗已经锁定美国在中东 大约35个打击目标 听到这个消息 特朗普表示 如果伊朗袭击美国人或者是美国资产 美国就会对52个伊朗军事要敌进行打击 面对以后伊朗更多的还手 美国会做出如何的反应呢 也许会伊朗击落美国全球鹰 无论即使 特朗普又会至极找个台阶下 但也许美国会在战争的边缘分宽视它 双方互相逼捧 尽管战争不符合任何一番的利益 潘多拉磨河被打开 谁又能够犯过谁 佩洛西表示 特朗普不能够对伊朗顺战 美国已经承受不起一场战争 佩洛西很清醒 也知道现在美国的国力 如果再经历一场战争 避兰堕落深淤 打阿富汗伊朗特 已经让美国负载累累 再打下去 全世界老大的敌位避兰不高 但是美国国会的几位鹰派议员 不断地向特朗普施压 要求特朗普对伊朗顺战 即使不顺战 也要做出军事打击 比如打击伊朗的优点 不能够因此对伊朗示弱 这些共和党的议员 代表了美国军火商 和石油资本的利益 他们一直对外鼓吹战争 只要共和党人 担上了美国总统 对外发动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特朗普善了就不会发生战争 那是异想天开 民主党人说 美国经不起再一次战争 但是特朗普背后的军火商 石油资本可不这么沦为 他们要的是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全美国的利益 只要他们能赚到大钱 他们不在乎美国的国运 美国打阿富汗 伊拉克花费了5.5万亿美元 但这些军火商发了狠惨 如果再来一次伊朗战争 他们会万乎所有 而特朗普又是赤裸裸的杀人总统 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一切 而且他特别爱面子 特别爱冒险 今天的安静并不代表 他不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现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避兰引发伊朗的战事报复 全面战争无法避免 而现在这个时候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还没有完成 打击伊朗没有胜利的避兰把握 现在美国在中东部署的兵力 约6.5万人 如果要发动对伊朗的全面战争 必须要调集20万的兵力 前往中东 录制庞大兵力的调动 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是无法完成的 为了尽快完成兵力的部署 美国士兵竟然承认民航飞机 从美国飞往中东 这次美国要与伊朗开战 不要靠自己了 因此调集兵力更会好事 而美国在两大航母打击群 已经到了波斯湾 按照以往的历史惯例 再调动一艘航母到波斯湾 才能完成一次战争的 海上打击力量的部署 因此还需要时间 特朗普在2011年 还没有当上总统的时候就说 奥巴马为了连任总统 必然会选择对伊朗发动战争 结果八年后 特朗普果真这么做了 为了连任美国总统 特朗普不惜对伊朗宣战 这就是特朗普一场阴谋 酝酿了八年时间 为了赢得选举 特朗普已经没有了退路 必须强硬到底 因此继续流血是无法避免的 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 靠的不是伊里夫人 靠的不是伊德夫人 靠的是伊武利达人 但却换不来对手的心服口服 换来的只有报复 和平真的很可贵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 这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感恩 臨ina 旅吗 对手的心服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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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 两天 如果您能够看 范里夫人 是 莫易